好,开始录 开始录影 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呢是 跳乐的节奏 等一下你会听到第七首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音乐是会跳的 今天的音乐闯关他会跳快快 所以哦,你等一下听大概他是多快 他的长短是怎么样 那听完的时候,老师先关起来 那我们就会先用拍手来帮忙跟节奏 那跟完以后,我们还会再加动作 老师想要请你注意 听哦,听这个节拍有多长多短 准备好了吗 要 他很短,就只有一点点而已 那刚才你们有听到那个快快的节拍的长短了吗 有,大家有听到了 那老师在按一次的时候 要请你用拍手的来跟 好累 好累 很好哦 那现在老师要请你找第2个地方 好,第2个地方 你们现在都已经跟到那个拍子了 老师想要请你找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他有打鼓 就是他拍手完了以后 你聽他那個噔噔噔噔噔噔噔這個時候 噔完的時候,他後來有加入打鼓 就是軍 69 上次揹的那個小鼓的 加入那個打鼓的聲音 如果你有聽到打鼓的聲音的時候 請你舉手 老師就知道你有聽到打鼓的聲音了 剛開始平手 拍完了如果你聽到打鼓你要怎樣 對 很好 超讚的 那邊有兩個超快 耳朵超裡面 超專心的 好棒喔 那我們快要多一起來 加動作 等一下我們開始 站起來以後 聽到了 聲音 我們就可以開始 拍手 然後拍到打鼓的時候 我們就一邊開一邊跳 好 預備好了嗎 好 好 好 腰還在進 不然就要坐下 就這麼彎 OK 站起來 好 這樣是一個 在拍手 然後聽到打鼓 在拍手 我們跳 一起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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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師要給他用擺步 不要開始按的時候 我們要吃雞喔 自己來 準備 準備 剛開始不是拍手嗎 你們忘記了 還沒有加鼓的時候 是先拍手 然後聽到鼓的聲音 才開始加什麼 跳 跳喔 剛開始是什麼 拍手 聽到打鼓的聲音 加進來的時候 是拍手加 跳 我們沒有人跳 我們失敗 打鼓已經加進來了 再聽一次 現在應該是有打鼓還是沒打鼓 有 有 有喔 習慣 我錯了 所以剛才是 老師我換來打鼓 老師我換來打鼓 我錯了 再聽一次喔 老師我換來打鼓 好 好 這裡應該是黃怡婷 對了 黃怡婷她沒有跳 這裡是一拍手而已 這裡沒有打鼓的聲音喔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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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再看一次 你們的拍手 還有你的跳 要是你的拍手喔 來運喔 準備喔 準備喔 好 好 好 來 請坐 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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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來 請坐 耶 好 好 耶 耶 好 你虧 玉生的頭是不對的 這樣啊 搖晃她的頭 她會腦筋到 玉生請你跟她說 請不要搖我的頭 我 請她跟你對不起 說經理跟我對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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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沒有說話 你沒有說話 玉蓉 請我 玉蓉沒有說對不起 我要經理來前面喔 對 你沒有說話 好 來 接下來喔 我們要來音樂開門的地方 前面 來 我來抓小蟲 動動動 她有跟你說嗎 有 有 那你就搭一搭 來前面的地方 我們還是要用拍手 但是後面的地方 我們要用 踏腳 踏腳 你們坐著能夠踏腳嗎 對 有 有 注意聽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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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聽到拿骨筋來 就是拍手跟踏腳 對 我們要拍手 啊 一拍手 好,我們快要結束了喔 那我們要來玩一個跳樂100的遊戲 我們等一下呢,從一開始就開始跳 可是聽到打鼓的時候要加上手,揮一揮 又一直跳,我要跳五次 五次的意思就是它會停下來 就是一次,然後再來第二次 再來第三次,再來第四次,再來第五次 好,來起立,預備喔 小艾姨姨就要開始跳樂100了 準備好了沒 好 來,聽到音樂就要開始跳了喔 聽到打鼓就要跳蝦揮手 為什麼會有拍手 沒有耳朵注意聽 沒有要拍手 是要跳喔 然後聽到打鼓就加上揮手 來,坐下 你們沒有注意聽 所以他的音樂要重蠻一下 等老師音樂的話,我們再繼續站起來 好,來起立,音樂好了 所以喔,聽到開始的時候就是跳囉 然後聽到打鼓就是跳加揮手 要連續五次,跳樂100 開心喔 好,來 拍手 好,來,拍手 好,來 拍手 怎麼會看到 波子 再一次,拍手 還有一杯 唐立,拍手 高分開 好,來,拍手 雷檬 雷檬 嘩 咖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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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檬 雷檬 请 poets 鼻子 鼻子 estão vais 感谢我们的 这位拥鱼